好我们来看下方面 4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称 过去一年美国有意回避旅行朝美新加坡联合声明 执意要求朝方单方面契合 联合声明是否正为一纸空文 完全取决于美方如何来回应朝方立场 在今天也就是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希望朝美坚定信心相向而行 继续落实双方共识 当前半岛和谈进程处于关键阶段 我们希望朝美双方坚定信心 保持耐心显示灵活 相向而行 继续落实好双方共识 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进展 去年6月朝美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新会晤 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半岛问题重新回到了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 耿爽表示 这符合历史潮流也是人心所向 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为此做出积极努力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